《水浒传》故事 武松打虎 绘画 刘继友 宋朝的时候 清河县有个叫武松的 已经在柴晋庄住了一年多 这年冬天的一天 他因思念哥哥便独自一人回家去了 一路上骤行夜宿 这天武松来到了杨谷县境内 他又饥又渴 见前面有个酒店 就走了进去 进了酒店 武松靠一张桌子坐下 便喊掌柜的拿酒 店家忙给他上酒 又给他拿来二三斤熟肉 武松一口气喝了三碗 又让店家添酒 店家非但不添 反而说道 你没看到酒黄上三碗不过钢的字吗 吃了三碗之后 不等过岗就醉倒了 因此叫三碗不过钢 武松哪里肯信 让店家尽管添酒来 店家说 最近前面景阳刚上出了老虎 常常出来伤人 酒吃多了千万不可独自过钢 武松却道 此路我也走过几趟 从未发现了老虎 你休来吓我 店家见他不一 就不再管他 武松先后吃了十八碗酒 才离开酒店 店家劝他再次休息一日 明日再走不迟 可武松就是不听他的劝说 摇摇晃晃地走了 走了约四五里路 来到一座山神庙前 只见庙门上贴着一张榜文告示 武松看了 才知真的有虎 沉思了一下 便自语道 怕什么 我只管上去看看 武松一步步走上山岗 酒力忽然发作 全身热燥起来 他亮亮呛呛奔过乱树林 见前面有一块大青石 便想倒在上面 睡一觉再说 他刚想睡 呼听树后扑的一声响 跳出一只凶猛的大虎来 武松哀哑一声 立刻从青石上坐了起来 准备迎战 那老虎把前爪往地上一按 从半空里直窜了过来 武松见此情景 酒早醒了六七分 急忙一闪 闪在老虎背后 老虎扑了一空 把腰胯一掀 又扑向武松 武松轻轻松松地闪在一边 老虎连扑两下都没扑着 就像半天雷响似的怒吼一声 把尾巴倒竖起来 朝武松又是一剑 武松却又闪过 原来老虎拿人 只是这一扑 一掀 一剑 这三下过后 力气就没了一半 老虎这三下都没拿着武松 就又兜转回来 武松忙抡起哨棒 用了全身气力 一棒从半空踢下 不想打得太急 一下打在枯树上 把哨棒折成了两截 老虎兴发起来 又是一波 武松忙向后跳了十来步 老虎落地 两只前爪正好搭在武松的面前 武松趁势抓住老虎的顶花皮 抡拳便打老虎的头 打到五六十下 老虎已动弹不得 蹊跷流血 只是口里还有些气喘 武松还怕他不死 又拿起哨棒打一顿 直到老虎连气都不出来 他才放手 本地猎户见武松打死了老虎 惊喜非常 都称武松是打虎英雄 随后 他们抬着老虎和武松到县里 去给武松请宫去了